一槍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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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強了吧 打了10發 我們看有沒有10個洞 7 8 10 都在把上啦 沒有在亂跑的啦 欸 打頭捏 感受起來就威力比較強 這是我的好朋友的軍火庫 真的可以稱為是軍火庫 因為在美國當地 只要你有合法的槍陣 你就可以合法的擁有槍 那不管是長槍 短槍 散彈槍 什麼挖個槍 這對我來講真的是非常非常新奇 因為在美國當地啊 雖然擁有槍是合法 但是這些都是需要金錢去做購買的 而且它的子彈有一定價位 算是高單價 那子彈怎麼算 如果說小一點的口徑 那就便宜一點吧 一發可能在25升到35升之間 大一點的話就可能50升一發 如果說你用那種狙擊槍那種大顆 就是一兩塊一發 所以子彈是越大顆越貴 大致上來講是沒有什麼 這一發就噴一發 這一發就噴一發 我們來到了靶場 收音應該收得到 現在旁邊都是 噴噴噴噴噴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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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開槍的聲音耶 這也是設置在非常非常空曠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要先去租靶 先check in 讓他們知道說我們來了 那我們有要租些什麼東西 他剛剛跟我們確認了護照 因為他必須確認我們的身份 只是我們在昨天晚上 就已經有做了一個 線上的安全聲明 說直白點就是切結書 這個是他們必須得做的 就是在網路上先寫好生死狀 然後來到這裡他就Key進去一下 而且好像不是馬上就可以進去啊 所以要等到12點50 現在的時間才11點42分 所以我們還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我們要去排隊啊 去私人靶場 不是在這裡 不是 因為我們要做拍攝 不方便跟大家一起在那邊 我們租一個私人的靶場 小型的一點 然後我們自己注意安全 我們現在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就是來把我們的靶子先放到那裡去 今天帶大家來看 到了靶場該做些什麼事 我們今天剛下手沒有來過 哈哈哈哈 他說這個的用意就是那種 不要打到木頭 那我們現在放的方式就是 絕對會打到後面的木頭 一個架子是左邊跟右邊 就放一個target 哈哈哈哈 OK 上了一顆 槍很好玩 但是它畢竟是一個用來殺人的工具 雖然說我們很興奮我們要打靶 可是我們要尊重槍 我們隨時隨地要對它有一個 保持尊重的心情跟態度 無論什麼狀況之下 我們都要安全第一 護目鏡一定要戴 墨鏡啊什麼都可以當作護目鏡 耳栽一定要 所以你現在戴耳栽 OK 好 我們人少 所以我們可以比較安全一點 只要我們要去下面 不管是要放攝影機 還是要調整目標 不管任何原因 我們有任何人 需要走下去目標的附近 全部的人離開槍枝 連碰都不要碰 不然就是一起上去幫忙 然後呢 槍枝有四大鐵龜啊 把每一支槍都當作 它有上糖 有子彈在裡面 就算你知道它沒有 你還是當它有子彈在裡面 OK 第二 永遠知道你的槍口指在哪裡 你的槍口不要指人 或者是你任何不想要摧毀的東西 就算你知道它裡面沒有子彈 你也不要把它指到一個 你不想要破壞的東西 然後呢 永遠要知道你的目標在哪裡 跟目標的後面有什麼東西 今天只是打指 但是我們要知道後面有土 我們打土沒有關係 如果後面有一台車 後面有一個人 他會被你打死 所以我們要知道我們的目標在哪裡 跟目標後面有什麼東西 最後一個 電影上面拿槍 隨時都這樣拿著槍 其實不對的 手指頭 拇指 直到你要開槍之前才可以上板機 隨時是直直的在外面 這四大血龜 總而言之就是安全第一 在享受在玩 要特別的注意 我們今天是出來玩的 出來享受 但是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讓大家知道 我想問你一個 為什麼需要 槍打的時候 彈殼還是會跳出來啊 有的時候彈殼會掉到衣服裡面很燙 如果打到眼睛的話就完蛋了 這只是其中之一啦 煙灰啊 旁邊土啊 還是什麼東西 都眼睛都是不好的 所以不一定要專業護目鏡 但是最少要有墨鏡 最少要 那我們先從 裝子彈開始吧 怎麼裝 它上面的話會有寫 9X19C 這個就是他用的口徑 子彈的口徑 也就這麼的剛好 有一些放得進去的子彈 然後加州法律規定 每一個彈匣限量10顆子彈 所以我們這邊的每一把槍 都是非常的合法 絕對不可能裝超過10%子彈 麻煩你 從現在開始 裝10%子彈在這裡面 會不會這樣裝它就開火了 不會 它不在裝子彈欸 唉唷 我好像感覺抓到訣竅了喔 我沒有剩幾顆 沒關係 塞到10顆的時候 它就塞滿了 塞不進去了 越來越難裝是正常的嗎 是 OK 師哥 教練我想請你先把我們各的一發子彈 拿出來 讓觀眾知道一下好不好 這是9毫米的 最常見的子彈 OK 然後我們這些子彈 基本上都是練習用的 不是防身用的 還有分喔 它有分不同的彈頭 也有分不同的火藥量 所以有不是練習用的嗎 也有帶嗎 如果Range的人看到 會禁止我們用這些子彈 拔廠會覺得說 欸你要用這個子彈 我們不讓這樣 每個拔廠的規定不一樣 以安全起見 我就沒有帶來了 所以我們今天打這個是 Full Metal Jacket Full Metal Jacket 夾克 全金屬油啊 我們今天還有 0.40 前面的數字就是代表它的大小 對 但是它為什麼是扁頭的 當年設計的時候呢 它的火藥用的比較多 飛得有一點太快了 所以他們就把它頭做分 所以它在彈底的部分 就做了一些 飛慢一點的設計 沒錯 40毫米 它不是40毫米喔 它是算寸 0.22的 我們今天會打的最小的子彈 好小喔 9毫米的 差超多的 0.22的 打起來 跟BB槍的後座力 沒什麼兩樣 就是很小 它也是我最喜歡的口徑之一 因為它有夠便宜 然後它打的也很直 它打起來跟你拍展的聲音差不多 等一下試就知道 好 那我們今天打的這三種子彈 這大概是多少錢 我們拿平均價就好了 最小的2.2還滿便宜的啦 差不多15剩一發 大概不到台幣10塊 9毫米 差不多30剩 差不多10塊 那台幣10塊 40 caliber 差不多40剩 過年啊 真的很像兵包生 一發大概12塊台幣 那這個大概是10塊台幣 那這個不到10塊 我們就姑且抓它個8塊台幣吧 10塊台幣一發 一個彈夾我們說放10顆 10顆 輕空一個彈夾就是100塊錢 5秒鐘10秒鐘就100塊 真的是在射錢 這樣子的價格 在美國是算平均價嗎 平均價 當然好一點的子彈也會貴很多 像防身子彈的話 甚至有到一發一塊錢 一發30塊台幣 都不意外 那我們直接進入今天的中頭戲了 開槍了 你先拿我最順手的好了 今天後座力最大的 好 這一把是 XDM 40 caliber的 然後彈夾推上去 然後打一下 把它打進去 進去了 沒有進去啊 卡在外面 可以 進去了 一樣確認手指頭 沒有在板機上面 沒有 你覺得你怎麼樣瞄準會比較順手 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正三角 人站成三角 然後上半身也是三角 然後這樣子推出去 你最常看到 美國警察用這個姿勢 因為這個姿勢最穩 兩隻手的力量也平均分配 你身體不要往後傾 要往前傾一點點可以 那第二種方式是 可能比較傳統一點的 那他就是側身 一隻主手跟一隻輔助 這樣子來打 對 那這個的好處是 比較能夠做掩護 有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人 也有不同的習慣 然後 眼睛其實也有分主視力跟 我是右眼 那你也是右撇子 那就剛剛好 最卡的就是 左眼是主視力 但是又是右撇子 你開槍了嗎 上膛 拉然後放 不要亂開玩笑了 身體往前傾 從頭到尾都瞄同一個地方 最好就是打同一顆洞 我要打囉 慢慢的擠壓 哇 心臟 一槍命中 然後十發都在那邊 喔 這個撲衝太強了吧 感覺會刮不住呢 好我們暫停一下 好 你剛剛拿槍的時候呢 這個大拇指 是這樣子扣著的 最好是兩個大拇指 重疊這樣子 讓槍的握法 沒有空白流出來 沒有打到目標嗎 我不知道 好 加油 把彈甲退出 好 我們去看看 你剛剛打了十發 我們看有沒有十個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 都在把上啊 沒有在亂跑的啦 剛一直都瞄這裡 腎臟啦 腎臟啦齁 腎臟是可以修復 我沒有想要治他於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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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真喔 我剛剛都瞄這裡 會這樣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下一個目標打頭好了 平常手槍的距離 只有在七米到十米外 所以你持發都在把上 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繼續 剛剛這一把 還忘了介紹 剛剛這一把是 春田的XDM40 春田的好處是 它非常的可靠 它比較不會卡蛋 春田是一個 警方人員常會搭配的配槍 手槍 最常看到的還是Dwarf 可是春田比較好看 第二把 我們來拿Beretta Beretta 最有名的義大利名將 頭怎麼都沒有動啊 你有看到我搜到哪裡去嗎 有兩個新的洞 然後它的字 上面那幾顆是怎麼樣 你要先算 18,16,20 欸有欸 都在欸 細看的話 口徑的大小 你有看出來嗎 這邊跟這邊 是不同的大小 這比較大 這是第一把 我手那一刀 趕快回去 效果也不錯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啊 你的十發裡面 有四發都在這邊 跟這邊 代表這一把Beretta 你的手來講 大的時候 你可能會偏右利 我們買槍 這個時候 除了亂買以外 最好也是先試打破 來判斷說 哪一把槍 適合你的手 適合你的手 然後才去買這一把槍 嗯 不能說只看這一把槍帥 像我一樣就是 用到機會也不高啦 實用才是正確的概念 那我們下一把 這一把 這一把是HK HK HK 日本的 不是HKS 這是改車的 也不是香港 這是德國的HK 近年來出的比較新的槍 叫做VP9 喔這裡 你手怎麼這麼抖啊 這在金字這發抖 你看前後 搖頭 這一把感覺比較順手 這一把我買到現在 我自己都還沒打過 哇我打了你的槍 沒錯 這邊絕對是新的嘛 這顆也是新的 這邊剛剛只有四顆嘛 多了幾顆 一二三 走走這麼抖啊 欸這在抖沒騙你啦 二九三十三一 所以我都有在拔指上耶 啊就是我手這樣在搶的 沒騙你了你看 很好用喔 投球啦 接下來我們換比較難打的 腳槍門 靠近一點好了 然後換一個新的木頭 我們換右邊那一個 右邊那一個看起來比較欠奏 我們來 這個好了 這把是我最喜歡的 它的廠商叫做 Sixower P365 365天都可以戴在身上 它這把槍很特別喔 你會發現它沒有任何一個 凸出來的地方 它上面的損心也都不存在 它是內建的 它有一個光纖維的 它的用意就是讓你戴在身上的時候 烤槍的時候不會勾到任何衣服 或褲子或皮帶 1 2 3 4 5 6 7 它剩下咧 還是說它這兩個這種會 看起來有點響 那一巴而已啊 有一巴消失了 不知道打到哪裡去了 欸讓你打一次 我會不會被嚇得到啊 打一個看看 換報仇上場 前 重心往前 好好玩喔 等一下可以再打一輪啊 一邊拍我一邊看 後面的土撥鼠都快被打死了 你一直在打後面的圖耶 我看到都是這裡啊 6 7 8 9 欸我射到一發而已耶 不好說 射到一個很重要的地方耶 射到一發 一發而已啦 其他都沒有了啦 替後面的土撥鼠感覺到擔心了 對不起土撥鼠 下輩只要過得好一點 抱掃第二回合 HK PP9 好玩 我突然間發現一件事情 什麼事 因為我不是主視覺啊 第一隻小巷的時候 我一直用眼睛對 但是我剛剛發現 欸我好像是左邊 才對 喔喔喔喔喔 唉唷 變強了 看一下 剛剛你上面有9個嘛 來算一下現在有幾個 16 17 18 19 百發百動耶 所以你真的是 調整了眼睛 剛剛距離又拉遠了 厲害 其實女生呢 尤其是初學者 大部分都是打得比男生初學者好 因為女生的呼吸比較輕 擺動不要的話打 然後女生也比較不會去用力 男生哪像會這樣子 喔喔喔 那你電影看太多 對那女生比較不會 她就這樣自己走 厲害耶 開心 是我剛剛打的那一把嗎 對啊 你最後打的那一把 好 我也不知道耶 我們去看一下 他只花了30秒鐘 就打完18了耶 30秒就花100塊耶 因為這一把槍是 按下去的那一剎那 手可能壓著我的這邊 讓我這邊偏過來 所以我的全部都往這邊爬 喔喔 依然是偏左啦 我是偏右 但是至少我的圈圈很小齁 我們是大範圍的攻擊 它是集中的 換去體驗長槍 現在換長槍 556的 這是狙擊槍 都是單發的 這一把有腳架 架著 就像電影一樣啊 喔喔這不重 我來狙擊槍打開嗎 對 所以我看不清楚那個咧 挑焦距啊 怎麼挑 高聖的啊 看不見 這把是 Remington 的 700 VTR 它其實不是一把特別好的槍 只是它很帥 槍管是三角形的 三角形的 就這樣 沒有什麼其他特別的地方 可以了嗎 所以看不到東西咧 喔喔喔 喔 欸打頭捏 對啊我打頭啊 我已經打到頭耶 你中 好你這支可以下課了 見好就收 我相信我要再重複一個 要打紅一個洞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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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欸 這好準喔 啊 但是它的這個 子彈好像就比較小 它比較尖 它的穿透力很強 所以它才叫做狙擊槍 超神準 叫我神槍手 我這一個洞 我剛是有準備開槍了 但是感覺還不到 我要開槍呢 為什麼它就射出來了 這裡 這裡 在50秒這裡 那應該是 鏡子可能還沒挑好 那個聚集鏡 真的感受起來 就威力比較強 長槍就是 打長距離用的 所以打力 是用長槍 喔你怎麼那麼厲害 一弄就進去了 笑什麼啦 我到底要變壓骨 然後把它往下壓 OK 往後來 帥 我們去看 來 我們去看看 喔你是瞄他喔 哇 正中猴心耶 我是太神了 哇 來喔 張槍 哇賽 你是瞄那邊嗎 喔好 耶耶耶耶耶耶耶 要去 不要瞄上面 馬上會蹲馬下面 我瞄他 太厲害了太厲害了太厲害了 長槍出體驗 可是應該是很緊張 因為我沒有開過長槍 阿你做你沒做過的事情啊 當然會緊張 好緊張喔 但是OK非常好 我來玩我最喜歡的 要打哪裡呢 9 你的意思是 9那個數字嗎 哇賽 唉唷 是不是師傅就看這一次喔 沒有開保險 霸彈 哇賽好小聲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絕對沒打到啦 我們去看一下 怎麼樣 哇喔 超強啊 有耶 真的有耶 超強的 人家都可以拿那把槍打到很準 因為他很準啊 他就是 沒有後座力 然後反擊也輕 原廠就可以打這樣 有一點偏那邊 可能是我鏡鏡都比較好 然後加上自己手拿也會晃 都是在這個水果 只是因為我的手是這樣子 OK 你看我的 哇 哇 最準的就是你 快點快點蹭蹭我 我剛剛已經蹭蹭過了 快點蹭蹭一次 這種遊戲喔 我不要讓他懂太多 對於我來講會有生命危險 那今天這個就是我們的 打靶出體驗 非常的新奇 非常好玩 出乎我是意料的事 我打的幾乎都有在罰子上 就是沒有亂跑沒有亂噴 也有一點點成就感 師傅教得好 對師傅教得好 還有槍也好 還是要跟大家說一下 我知道有很多 對於槍枝更專業的玩家 在拍攝影片 我要先在這裡跟大家講 包含是伊人也是 我們都不是專業的 我們絕對不是專業的 對 這個是不專業的 就是來玩這樣 體驗 把它拍攝成影片 跟大家分享 我們純粹只是 愛要亂花錢的人 就是喜歡他 那就買他 因為在美國加州這裡 只有槍械是合法的 所以我們在台灣 其實真的非常少機會 可以來從事這樣子的活動 也會沒有 也是有把它搶 但是我們是沒有玩過 我覺得這次來美國玩這個 我覺得蠻新奇的 有值得操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發現其他 這次爆紅潛硬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